说书不啰嗦,咱们是立刻开书,其案杨乃武小白菜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啊,这葛小大和这个小白菜呀,哎,两个人成亲了 关于这二人成亲的事啊,也有一期 哎,这坊间传说这二人的结合并不简单 那奇怪奇怪在哪呢? 哎,其就其在呀,这葛小大他们家呀 给这个碧秀姑他们家这140块银元 咱们知道这大清国到了晚期呀,开始出银元了 这理论上呢,这银元虽不足一两,但是按一两足银花 那您想起吧,哎,这140块银元,它不是个小数目 这葛小大的亲爹呀,哎,死了 这母亲呢,本来就葛玉士,改嫁到沈家,嫁给了神体人 这回也成了这个沈玉士了 这不是亲爹呀,哎,这神体人他是不会愿意给葛小大 掏出这个真金白银来呀,去娶媳妇的 这小白菜的爹呀,哎,他也不是亲爹,也是养父 叫郁静天,这郁静天呢,最初他不喜欢小白菜这个脱油瓶 他认为啊,拖累他了 可是呢,随着日子长了呀,这小白菜长得越来越漂亮 他就觉得得从自个儿啊,这个又狗狗又丢的养女身上赚俩钱了 那怎么赚钱呢,就是啊,借着这个婚事之计 向南方索要彩礼 哎,谁想到啊,这两家的主妇啊 也就是这个葛小大和小白菜的妈妈 两个人呢,觉得自己的孩子呀,都不是亲爹 肯定啊,也不受这个家庭的重视 于是也没找没人 这两个人,伤伤伤伤伤的,就把这门亲尸定下了 定下来呀,这小白菜的爹,哎,就不干了 这欲敬天呢,倒霉狮子大开口,跟这个南方家要彩礼 可是总得难为难为你审家,难为难为你格小大 于是就提出没有房不行 哎,想结婚,娶我闺女呀,那必须得有房子 那这麻烦了,跟现在的农村不一样啊 去村委会申请一块宅基地 买点砖瓦木料,房子就抽起来了 那会儿不行,这地得买 那涉及到买地呀,那钱多了 没有个三四百块啊,抽不起这几间房来 哎,就在这个沈家为这件事为难的时候 这格小大呢,有位干妈叫冯许氏 哎,愿意为自己的干儿子拿钱办这门婚事 首先呢,给这个小白菜的养父啊 这个欲敬天,出了八十块钱的彩礼 对,这八十块钱呢,就入了老头的兜了 然后呢,又拿出六十块钱来呀 说这钱呢,是拿出来给你们办喜事 请酒席用的 那么这一百四十块银元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咱们看一下啊,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呢 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填母制度 这里边说呀,凡天朝公民家中有婚娶 谜月喜事,皆用圣库拨之 那么给多少呢?给钱一千,谷一百通,天下皆一事 这个太平天国说了,这凡是我们的公民呢 哎,这以后再有婚丧嫁娶的事啊 这天朝包了,哎,你要有喜事啊 这天朝啊,给你钱办喜事 给多少呢?给谷一百斤呢 给钱一千,这谷一百斤呢,咱就不说了 这钱一千是多少啊?这太平天国的这币值啊 分这个小平,折五,折十和档五十 那换成现代话说呀,就是一块,五块,十块和五十的 我不相信呢,这太平天国给老百姓办喜事 这一千钱呢,是五十的 那也别是一块的,咱们这么说吧 就是十块的,都是这折十的钱 也就是呢,合成小平钱啊,有一万个 那么这一万钱能折多少个银元呢? 哎,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我还真查着了 据这个太平天国国史第二卷所载啊 这自清国乾隆嘉庆以来 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 什么苏折两广,无不盛行 已经啊,就是关通货了 实际上呢,这每块银元 它重多少呢,就是七千三分 因为啊,它比中国的这银子呀 它纯一点,所以呢 值钱就是八九百文 可是到了太平天国十年以后啊 这个一呢,是金商牟利 二是突货膨胀 这个一块银元呢,就增值到了 可换小平钱一千七八了 那咱们也别说低,咱们也别说高 咱们就说太平天国 给老百姓办喜事的这个钱呢 这一千个小钱 可以换十块银元的话 那您想起吧 比起这葛小大这干妈 一下子就拿出六十块银元 给儿子办喜事 这差了多少 并且您别忘了 还有钱头给这个小白菜 爸爸那八十块钱的彩礼呢 这还别说是干儿子 就是亲儿子 拿出这堆钱来办喜事 这也是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 那问题来了 坊间就传闻说 你这穷人 怎么有这么阔的亲戚呢 什么样的干妈 对干儿子 才能这么大方呢 所以啊 就有这么一个传闻 这有人说呀 这小白菜实际上从小就在洋乃武他们家啊 做佣人 长得越来越漂亮啊 这洋乃武的全家呀 就非常喜欢 这洋乃武呢 也打定主意了 单等这个小白菜长到成年之后啊 就纳了偏方 这不算蛮啊 个古代 可是啊 这事有巧合 这小白菜有一天呢 就撞见了 这洋乃武的太太呀 和别人通奸 被太太发现了 这太太呀 记恨于心 于是就硬强 把这个水粒的小白菜呀 就嫁给了丑陋的屠户 葛小大 那换句话说呢 这葛小大取小白岁 那么多钱呢 那都是洋乃武他们家出的 哎 这一听就是瞎话 怎么听啊 怎么像这个水浒传里边 潘金链身上的故事 再有呢 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这葛小大本身呢 他也不是屠户 他是个做豆腐的 这洋乃武小白菜一案呢 后来案发之后 这种传闻多了 我也只能啊 简热闹的给您讲几个 哎 那个特别不靠谱的 哎 也就不提了 这小白菜与葛小大完婚之后啊 二人暂时就先住在丈人家 这小白菜的养父 拿了人家八十块钱彩礼啊 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哎 同意他们赞助于此 您先别管啊 这个小两口颁配不颁配 总之呢 新村艳儿的 那肯定是秘里调游 这两个人商量啊 不能总在这个娘家住着 正好赶上啊 这杨乃武他们家 有闲房出租 这二人呢 就用八百文钱一个月呀 租了三间临街的房子 这新婚的满月已经过了 这葛小大呢 也该回去上班了 挨哪上班不进在城外他的豆腐房 这来回来去的不是很方便 这做豆腐呢 大伙知道 天不亮就得起 得干半宿的夜活 早起啊 趁早再贩卖 所以说这葛小大赶上个 刮风下雨 阴天起雾的 干脆就不赶夜路了 头天晚上啊 就住在了豆腐房 好半夜起来干活啊 按其他不表啊 咱再说说他那个 又狗狗又丢丢的小媳妇 长得非常俊的小白菜 这杨乃武啊 有个闺女叫杨骏 哎 他曾经口述啊 经这个江政国整理 出过一部啊 关于这个杨乃武小白菜案的 揭秘解析 据这个杨老太太 他自己说呀 他虽然没赶上这个案件 但是啊 他听他的父母提起过 有人认为啊 这杨老太太口述这篇文章啊 那才是这个杨乃武小白菜案 真正的始末 实际上不然 这里边啊 明显有很多不符合逻辑之处 而且呢 能看出来有很多处啊 都是这个笔着的润色 多了不说呀 我就给您说一个例子吧 这杨乃武考举人的时候 考的是104名 哎 这可是余航县制上写的 可是到了他女儿口述呢 他爹呀 考取的是第40名 这一下子往前呢 给提了60多名 再来呢 就是个小白菜的绅士 这杨老太太说呀 他是听他爹杨乃武说的 可是呢 与这个渔航本地的乡人所说呀 就不一样 咱们都知道啊 哎 这小白菜他认识字 为什么我说都知道呢 因为这个杨乃武小白菜 其中一点暗游就是啊 这小白菜想修习佛经啊 可是认知不全 所以呢 这杨乃武啊 才教字超经 哎 这才有了两个人接触的机会 哎 这是后话呀 咱们以后还会交代 这渔航本地人说呀 这碧秀姑也就是小白菜啊 他就是渔航人 可是杨乃武说不是 哎 他们家呀 是逃难过来的 这碧秀姑的生父呢 是个教书的先生 所以说这小白菜啊 他才识字 您看这就有出入了吧 实际上啊 在这个同志十一年 这格小大小白菜 夫妇二人住在杨乃武 他们家出租房里的时候 这位杨老太太没出生了 并且这会儿啊 这杨乃武的夫人 也不是这位杨老太太的妈 这杨老太太的妈妈 叫詹彩凤 实际上啊 是杨乃武的第三任夫人 这会儿啊 这杨乃武的第二任夫人 还活着呢 已经怀孕了 是这位讲述者 杨老太太的大爷儿 这位詹氏大奶奶呀 那会儿才是杨乃武的 正令夫人 这詹彩凤那会儿啊 和杨乃武的关系啊 是姐夫小姨子 有人说怎么这么乱呢 不乱啊 这里边没有花花事儿 后来呀 因为这位詹氏大奶奶 男产死了 人家是由这岳父岳母做主 也就是啊 这位讲述者杨老太太的 姥姥姥爷做主 才把这个妹妹又嫁给了姐夫 等于是这小姨子 给姐夫续了弦了 这很正常 无论古今 也不是花花事儿 也没有什么伦理道德上的梗 那从实践上咱们推断呢 这会儿杨乃武的第二顿夫人 詹的奶奶正是怀孕的时候 这小白菜啊 哎 年轻漂亮 心灵手巧 做的一手好女工 这杨乃武上下一家 都非常喜欢这孩子 什么杨乃武的姐姐 杨菊珍呢 这詹氏大奶奶呀 怎么看这个孩子呀 怎么待见 这小白菜呢 自想苦书身 眼力劲也有 这后院啊 有什么这个姑奶奶呀 有什么这个大奶奶 需要干的活去呀 这小白菜都主动拿回来给做 这真线活呀 做出来比常人做的还漂亮 这日子一长啊 只要这葛小大不在 这真是大奶奶呀 和这杨的姑啊 就招呼小白菜 开始啊 也得客气 也得称呼人家叫啊 葛家少奶奶 后来呢 哎 日子一长啊 也就姐姐妹妹的了 说这妹妹呀 你别做饭了 这小大不在家呀 干脆你呀 就在我们这开火 咱们杨洁不能说 是家大业大吧 添你一双筷子吃饭呀 不算门 再有了 你这一天到晚呢 在我这干了多少活 帮了我多大的忙 你要是不吃我呀 那我还觉着不落人 下回这活啊 还不让你干了 那这小白菜一听 那别外头了 那既然这么说 那干脆 哎 就在人家家呀 就入伙了 只要这小大不在家呀 他就不在家做饭 干脆就后院 哎 在洋乃武他们家吃 等于呀 这桌子上都有谁呀 有洋乃武 有这个詹诗大奶奶 还有洋乃武的姐姐 这洋的姑 还有就是洋乃武本人 再加上啊 就是小白菜 这么一来呀 这两家的关系呀 可就更密切了 这普通人家嘛 这一天呢 忙忙碌碌 到了晚上 这小白菜啊 丈夫不在家 他靠什么打钱工夫呢 他呀 有本经书 他要念经 有的时候 还想抄抄经什么的 可是这文化必定有限 就到后院啊 去找洋乃武 问这个字怎么念 日子一长啊 这洋乃武说呀 干脆你就后院 这正堂当中 这儿啊 有灯 整晚上啊 都点着牛油大辣 我呢 就旁边那屋看书 你在这屋啊 抄经 有什么不认识 不明白的 你到里屋来问我 也方便 也省得 你再回去点你那个小油灯 废油不说呀 哎 他光线还不好 当然了 这事儿 这詹子奶奶和杨大姑啊 也是认头的 可是日子一长啊 他出岔子了 出什么岔子了 街上啊 难免有一些个泼皮无赖 这些人呢 哥这个北方话呀 叫嘎杂子琉璃球 哥南方话叫烂仔 我非常喜欢啊 这广东话烂仔这个词 我觉得呀 特别贴切的形容了这群闲人 这些家伙呀 平时撒一群俩一伙的凑一块 他也聊 那主要就是聊街面上这点事 哎 这张家的小媳妇长得俊呢 这李家的小媳妇啊 哎 跟别人偷汉子偷了谁了 那这鱼航线呢 他就这么大 三聊两聊的 就聊到了小白菜身上了 哎 这些人一提小白菜都布了脑袋 挺好一颗白菜让猪拱了 怎么就嫁给阁小大那个丑鬼了呢 这会儿啊 有一个烂仔呀 就提议了 说反着阁小大呀 在城外豆腐房上班 咱们呀 干脆没事啊 咱们上这个杨乃武 他们家这出租房啊 瞧瞧这小白菜去 那有一个人提议啊 这帮烂仔 哎 就敢去了 稀里糊涂的 可就来到了这个 渝航县城那成青县西口 原来这地儿啊 叫太炎街 就是杨乃武 他们家的所在地 咱们前门叔交代了 这小白菜 他们两口子 租的这三间房啊 还临街 这帮坏小子 就来到人家家门口啊 扒着人家窗户门啊 往里张望 这小白菜一出来呀 有的坏小子呀 就傻笑 这是那胆小的 这胆子大的 还就真有敢上得前去呀 拉拉扯扯 说写个风言风语 那这小白菜呢 一个女流之辈 也不敢说什么 可是后院有男人呢 这杨乃武在家呢 虽然那是房口房东 可是刚才说了啊 这两家走得挺近 这杨乃武出来发现这种情况啊 那一定就是一通臭卷 哈 这了不得这个 这杨乃武身上啊 他有功名 平时呢 又有个兼职 什么兼职啊 宋师 善能挑词驾送代理民词 所以这帮小子呀 那还真是怕杨乃武 可是广怕不行啊 这瞧不见小白菜啊 心里是真痒痒 哎 这瞎话可就来了 传言也就起来了 说这杨乃武啊 看着这阁小大呀 不常回家 所以就跟人家这个漂亮的小媳妇 小白菜呀 通奸有染了 这坊间呢 就传出了一句话 叫羊吃了白菜了 这广传说还不要紧 有人呢 还画了一幅画 这画上边啊 是一堆白菜 明显被什么动物刀了几口 有人说 那这画上可没有羊 没有羊啊 您没瞧这地下吗 有一串啊 羊蹄子的脚印 这张画啊 一世几份 寄贴到了小白菜 他们家的窗户门上 也贴到了羊府的大门上 那无论是羊乃武啊 还是葛小大 真是大奶奶 羊的姑 还是小白菜 谁看了呀 那都是恶心挠头 那谁最恶心呢 那一定是葛小大 那葛说嘞 谁家的爷们呢 也不愿意在这种故事当中 做这个第二男主角 那这葛小大 没事自己就琢磨呢 能吗 不能吧 这羊二爷他们家呀 对我们家是真好 这三间门面房啊 按说每月应该是收租金一千 人家呀 主动给我们降到八百 那这不就是 看我们新婚小两口啊 没有什么积业 所以呢 疼和我们 才把这房租降下来的 可是我这不在家 有时候偶然回来呀 发现我媳妇总在后院 他们家 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伤啊 偶然有啊 这夜里我回来拿东西呀 虽然不是深夜 我媳妇呢 也是慌张的从后院跑回来给我开门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呀 干脆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 我呀 偷偷的晚上跑回来 听听声音吧 哎 有了这种想法之后 这葛小大的心里算长了毛毛草 这才有着葛小大雨夜回家 偷听自个儿媳妇的窗户根 她是想要捉肩成双 收集音机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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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核心 组组组织